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现在到花莲除了排队要吃扁食之外 也流行吃一种烤胖麦鱼 原来当地有一间日本料理店 老板是采用十多年的黄金老卤汁 把麦鱼先卤后烤 这酱汁完整地渗透到肉汁里面 口感滑而不腻 天天这个麦鱼是卖到缺货 有老涛说排队排再久 只要吃得到通通无所谓 我等 我等 等等等 有人戴着安全帽发呆 有人神情专注看菜单 还有人站着讨论 普世的花莲得安一介绍 这群人他们等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等到了 原来他们等到的就是这 主角烤麦鱼饭现身咯 别看铺满了整个饭盒的麦鱼 只多肉厚又香浓 但前置工作可费工呢 您瞧这原材料 一大片一大片 产至家里的优质新鲜麦鱼 老板用竹签在鱼身上这么一笔画 在利落切下 几乎每片麦鱼的重量 都精准落在四两半 一片不差 厚厚的麦鱼肉 比一般麦鱼足足大上两倍 正当我们以为切好的麦鱼 要直接送入烤箱时 老板却拿出这一锅 有十多年历史的神秘老卤汁 哦哦 难道麦鱼还得经过 老卤汁的高温洗礼吗 因为我们选用的这个麦鱼呢 它的熟成度是比较好的麦鱼 比较肥厚 所以你用蒸的方式呢 很难以让它入味 那我们呢 就是用卤的方式 那它的关键当然就是在 这锅的黄金的老卤汁 同一次听到麦鱼也要顺卤 让人不禁对这一锅 麦鱼老卤汁充满幻想 经不住我们再三要求 老板首次公开了 黄金酱汁的绅士 哇 里头有人满满麦鱼骨头 鱼肉鱼头可丰富呢 不过别急 卤好还不能吃呢 还得让大姐们 挑出一根根麦鱼刺 才能把麦鱼送上烤炉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这经过炖卤的麦鱼 刷上酱汁 在一百七十度炙热烤下 噗哧噗哧的油花 不安分地跳着舞 也慢慢渗入厚厚的麦鱼肉中 撒上芝麻 串出浓浓香气 夹起一大片热烤的麦鱼肉 让人忍不住想大块朵鱼 它那个厚度很厚厚 大概如果以小指头来算 它会有半根吧 所以蛮厚 所以蛮厚的 它油脂 尤其重点是 它第一口吃下去油脂 而且吃起来有点Q弹Q弹的感觉 接近晚上六点多 厨房正要进入冰凰马乱的时刻 但这儿的浮身 却意外地冷静松容 原来全透过这条 向回转寿司吧的自动苏送带 各种菜紧准送出 老板娘忍不住 和我们分享她的厨房创意 老板娘 为什么这个厨房要放出送菜 因为要送菜用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用喊的 怎么喊 老板中的沙拉 一个 就这样 对 我们就必须这样 所以很辛苦 现在不用了 你看 我放上去 它就会走过来 所以非常OK 再变出这道人气猪扒饭 顾名思义猪扒 就是一整片的炸猪排 带着肉质的猪扒铺填盖地 覆盖住一整暖饭 正好奇这肉片究竟有多大 老板娘告诉我说很大方 尤其是它的猪肋排特别大 到底有多大 但你看看 老板娘 我看一下你的猪肋排 我用手去比一比 真的比我的手掌 还大出了两倍 火上调味 直接下锅油炸 200度的高油温 瞬间锁住肉汁 炸得外焦里嫩 这一片一片叉 一片味噌汤 很冷的 晚间用餐时间 外头挤满着排队人潮 听说有人是全冲着 烤炉上的烤抽刀鱼而来 别看它很普通 看看原材料 抽刀鱼的长度 几乎从人的头顶 长到脖子呢 成本花很大 抹上盐巴调味料 经过高温烧烤 盐分保持鱼肉的鲜汁 这烤抽刀鱼完美登场 第一次夹下去的时候 感觉好像跟一般 普通抽刀鱼没有什么 但是你吃下去 那感觉 一样一个字 鲜 如果要说招牌 还有呢 老板 利落地淋上酱油膏 下头就是 台味十足的奏合 手握生鱼饭 台式黑黑甜酱油 配上日式呛辣芥末 混搭得宜 再配上Q软弹力 更赞了 还有这半个去油提味 薄柠檬片的生意片 厚厚七大片 才一百元 超划算 可爱古时的老板夫妻 十多年前 因为一个爱吃的原动力 让他们俩决定开了这间 有着浓浓台湾味的日式料理店 把传统天干的鲜鱼做改良 菜单里更融入 台湾人爱吃的猪排 烤鱼头 人说酒香不怕巷子生 即使味在后山花莲 用心的美味 让店家不用宣传 照样天天都排队 加密码